尽管新谷毛补选的投票率仅为61% 但西蒙候选人彭小桃却成功以3869张多数票 赢得了新谷毛州议席 其结果显示 大量马来选民放弃投票 导致非马来选票高度集中在西蒙 是导致国盟败选的主要原因 普团党熟理主席阿莫法依沙声称 国盟掌握西蒙在竞选期间滥权证据 但彭小桃对此进行了驳斥 强调无论是团结政府还是西蒙都是依法竞选 彭小桃表示 国盟有权利提成请愿输来挑战补选成绩 但他坚信整个竞选期团结政府的竞选机器 都是奉公守法竞选 他还指出 西蒙及团结政府是靠发展牌取胜 与国盟在竞选期间玩弄三二课题不同 团结政府竞选团队 是秉持有理和守法的态度来竞选 不曾提及三二课题 更没有煽动种族情绪 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的选举过程都很奉公守法 他们国盟要说什么 要采取什么行动 那是他们的事情 适逢今日是母亲节 刚获得胜利的彭小桃 一刻都没有停留休息 他今早在丈夫夜宾有级竞选团队的陪同下 到了司巴沙谢票 并派发康乃馨与妇女 彭小桃也表示 他与团队会先短暂休息两天 其服务中心周二起 才投入运作 他说 当务之急是在新谷毛找到落脚点 以便尽快搬到当地 为新谷毛人民提供服务 我将与团队合作 共同解决当地问题 保障人民的福祉 他感谢过去两周 新谷毛选民给予的支持 并承诺将致力于解决新谷毛民生问题 他也承诺 他将专注聆听地方居民的投诉 并和地方政府、州政府找出解决方案 阿末·法伊莎是在昨晚召开记者会时说 该党不排除针对西盟 在选举前和竞选期间 滥用权力一事提成选举请愿输 以挑战补选成绩 他表示 国盟先研究该怎么做 但肯定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此外 他不认为国盟候选人凯鲁·阿扎哈里的败选 是因为选民杯葛造成的 而是因为许多外出工作的选民 未能回乡投票 他指出 低投票率 是这次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 国盟将致力于 在未来的选举中提高投票率 以确保国盟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感谢选民的支持 也感谢竞选团队一直以来的努力 我们会继续努力 做得更好 国盟监图团党主席慕尤丁指出 尽管此次补选的投票率较低 但国盟的支持率未见减少 慕尤丁周日凌晨发表文告指出 初看之下 虽然投票率不高 但选举结果显示 国盟的支持率依然稳固 他表示 国盟将对这次补选的成绩进行详细研究 并采取行动确保党在未来能够增加支持率 慕尤丁强调 国盟尊重选民在补选中所做的选择 他衷心感谢那些把票投给国盟的选民 也对帮助国盟竞选的团队表示感谢 行动党前八升国会议员查尔斯 在分析新股毛补选结果时指出 一党和土团党之间的内讧 或许是希盟在此次补选中 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表示 当中涉及马来选票的其他问题 才使我们能够赢得如此大的胜利 我相信这可能是 一党和土团党之间的内部冲突 查尔斯进一步分析称 军警票中约有75%投给了希盟 显示政府的承诺得到了认可 首相安华大部分的承诺 似乎受到喜爱和支持 为胜利做出了贡献 但现在是时候兑现这些承诺了 此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正党领袖也表示 巫统为希盟候选人吸引马来选票的努力 也产生了影响 他透露 巫统希望通过为希盟候选人拉票 间接获得对前首相纳吉的支持 以获准居家服刑 首相安华表示 希盟在新谷毛州一席补选中的胜利 向团结政府发出了加倍努力吸引投资者 和加强国家经济的明确信号 安华指出 彭小桃成功捍卫了新谷毛州一席 这代表团结政府将继续履行人民赋予的信任和责任 他在脸书发文表示 我祝贺希盟候选人彭小桃 成功捍卫新谷毛州一席 我也祝贺和感谢团结政府各政党 展现非凡的团结精神 成功保卫新谷毛州一席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 尽管有分析员认为 希盟仅少于一千张多数票险胜 但事实证明 团结政府的成绩超出了多方面的预期 陆兆福表示 可能很多分析员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证明我们的竞选团队真的非常努力 为人民和选民提供了信息 他解释说 虽然在整个竞选活动中 希盟没有像往常一样 每晚进行大规模的讲座 但他们针对性地开展了许多讲座 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陆兆福是在昨晚出席 公正党25周年党庆祭晚宴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 发表上述观点 他感谢新谷毛选民 再次给予团结政府委托 并指出希盟 在新谷毛州一席补选中的 胜利证明选民依然支持他们 同时原住民社区和军警的选票也有所增加 总体来说 我们得到了各族和各社区的支持 这位团结政府带来了相当漂亮的胜利 陆兆福对于投票率不高的情况表示满意 他认为超过60%的投票率 已经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是一次补选 很多选民可能选择不回来投票 但最终的投票率仍接近61% 上次周选时的投票率是69% 因此这次只是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他建议彭小桃永远保持谦虚 立即展开工作 并始终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指出 西蒙成功捍卫新谷毛州议席 证明即使团结政府面对各种指控 尤其是巫统被标签为UMDAP 但这丝毫不影响巫统竞选机关 协助行动党候选人胜选的决心 阿末扎西表示即使巫统面对UMDAP的标签问题 并难以就此做出解释 但事实证明国阵和西蒙 以及其他东马政党的合作成为团结政府的支柱 他强调这个支柱必须被强化 我已经说过行动党领导层曾在几场补选中 给予国阵候选人很大的帮助 这是行动党候选人首次在补选中上阵 如果我们给予他们回报 这并没有错 阿末扎西在昨晚出席巫统78周年党庆活动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如释指出 他强调 西蒙成功守住一席 证明巫统具备很强的韧性 并将继续捍卫团结政府的稳固 的面容 人后能禁止 相该怎么会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看